这巴有做什么让你崩溃的事情吗 酸奶疙瘩吗 你就是全程记录了那个就是 从吃酸奶疙瘩第一口 倒觉得这个很难吃 就是表情的变化 还拍了好多人是不是 这什么玩意 啊 啊 开始吧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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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都 我都七十多了 来 走了 我超过八十我就报告了 啊 好准备全力 啊 什么坏东西啊 什么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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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啊 酸菜哥的 酸菜哥的 啊 啊 啊 我看你这种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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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真的觉得那个东西好吃吗 挺好吃的 我真的觉得好吃 就是休闲小零食 我当时吃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是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 没有比这个更难吃的 我说原来你平时的口味是这个样子的 我之前给大家看到过的这个 这是我家里寄过来的 我叔叔给我寄过来的 酸奶哥的 我真的有好多 我可以再带去祸害节目组 给大家吃这个 这是什么呀 你直接往前也摆着是吧 好甜啊 你给曹哥吃一个这个 对 我正在摆着 我吃什么 要吃啊 为什么不吃 不是 好酸啊 好酸 这个可以直接 这个是酸奶 这是一个酸奶 酸奶做的奶酪 哦 酸奶做的奶酪 谢谢 一口吃 一口吃 做了别好吃 我过去祖兰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过去祖兰愿 哈哈哈哈 这个东西啊就是 你得慢慢去品尝 不说你 大家第一次接受 肯定是会觉得有点难受的 但你细细去品味 生活也不过如此 就是有些酸甜苦辣在里面 真的你要去细细品味 这个酸奶 各大的时候 真的觉得很多事情 哎呀 很适合